某一个家庭里边 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患了癫痫 这个家长呢非常的焦急 同时呢也非常的担忧 我们这个孩子会不会有一些智力的损伤 会不会出现智力低下 我们家人的学习怎么样 能不能跟正常孩子一样去生活 去融融社会 这个问题呢不光是家长要关心的 同时也是我们每个医生要关心的 那我治疗孩子癫痫的同时 要尽量保护他的认知 保护他的社会适应能力 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当然说我们癫痫发作会不会影响智力 一般来说是这样 如果我们发作呢不是特别频繁 而发作的持续时间呢也不是特别长 或者我们诊断以后呢 尽早治疗药物选择是正确的 我们一般来说呢可能影响不是很大 当然我们这个会不会出现一个智力落后的问题 除了我们的发作类型 治疗早晚以外 还和我们的病因呢 这种至关重要的一个关系 如果我们的病因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引起的 我们可能会影响一些智力 所以说我们在诊断癫痫的时候 首先要把发作的类型和癫痫的病因搞清楚 如果我们搞得很明白 治疗很好的话 我们可以很好的保护孩子的智力 尽量避免发生智力落后和低下的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